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慶 52路呢我們來到了 登! 西邊露營 夏天露營 要不要選西邊我覺得好重要喔 你看這邊 我們下去呢就可以去西邊玩耶 而且它的這個溪啊 是真的很適合玩水的溪 因為它有淺灘很多 然後你就可以在上面 這樣踏水啊或什麼的 我覺得對於小孩來說 而言這邊玩水是相對來說 比較安全的一個地方 本集看點呢我們會評比 全聯適合露營的十大好物 十大吃的東西 來分享給大家啊 那影片呢我當然會介紹 影區跟路況啦 可是其實影區沒什麼好介紹 因為噔噔 你們看到就是影區的全部了 然後他們是沒有分位子的 然後就是你先來就先搭 但是我必須說 這裡是非常非常非常熱門的影區 我們錄影的時候是9月 那聽說呢這邊假日已經訂到明年3月了 真的是很驚人的熱門的影區啊 我能想像它為什麼那麼熱門啦 因為就在西邊 真的夏天來好適合 看全部都是樹 一點都不會熱 在正片開始前 大家訂閱分享按讚加開啟小鈴鐺了嗎 沒有的話趕快去做喔 我們的FB跟IG都歡迎大家在嘴角裡面 跟著我們生活日常囉 接著看面去吧 你剛剛腳抖了兩下欸 哈哈哈哈 你剛剛腳抖了兩下欸 哈哈哈 有這麼重 幹你來搬 哈哈哈哈 你來搬 你來搬 我來搬 我來搬 今天我們連頂部都懶得搭 越來越懶 然後我前面就這樣延伸出來 然後把它綁在樹上 好聰明 這就是今天的布具啦 就是這個盤子碗啊 然後都是索納在烹飪箱裡面 然後我現在把它這樣子弄起來 滿美的 這個洗碗膏很好用 那我們今天呢要來分享一下圈鏈啊 其實像我們很常買的這個集市的料理 今天就沒有你發揮的餘地了 今天不煮飯 今天放假 好爽喔 沒有通告廢禮 哈哈哈哈 戲子鵬魚燕給可口可樂的骨架帶來的影響 這邊記得啊 注意看 注意看 有什麼東西記得啊 可能接下來就是全聯會搶購 哈哈哈哈 不是啊 這一股蜂草啊 啊 可能講完不到一個小時你去看就沒了 哈哈哈哈 你以為你是誰啊哪位 戲子鵬魚燕啊 那影響範圍可能就是戲子的全聯 半徑大概100公尺以內 全聯 這樣OK吧 好啦隨便你啦 反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分享十項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分享的就是我常常會買的飲料 它出現頻率很高 我很喜歡這一款的咖啡牛奶 它有巧克力跟咖啡 但我個人很愛喝咖啡牛奶 我覺得它很好喝 那同樣是飲料呢我要推薦這個 常常會買三款 就是檸檬紅茶 然後蜜桃紅茶 還有一款就是蘋果的 都很好喝我大推薦 這烏龍麵還蠻好吃的 小孩都很愛吃 因為它很Q 像我們就先煮那個火鍋 就可以加在麵裡面 加在湯裡面 它吸那個湯汁 不得了 嗯 平常我們在家也很常用 這個 讚奇烏龍麵 這個啊很好吃 推薦 全面對油雞腿是著名的好吃 而且它很方便 你看它就是這樣子 我把它切成這樣一盤 然後 你肚子餓的話就可以及死了 然後就吃掉了 然後冰冰吃最好 是 吃起來不會很油膩 雖然它是油雞腿 但是它吃起來真的 它裡面還會附一個這樣蔥油包 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再 吃到真正的蔥的話 你自己再夾上去 鋪上去 就會是一道很簡單 但很好看的一道料理了 彎仔碼頭的這個 辣子雞水餃 這個好好吃喔 我覺得雞肉的比較辣一點 然後豬肉的也蠻辣的 但是雞肉更麻煩 而且它很香 它其實裡面有包那個木耳 所以你吃起來會脆脆的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 可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它是增加它的口感 喜歡吃辣的就很酷 你這樣吃那個肉 它是真的會辣 這個皮也真的蠻Q的 我要推薦這個 可是它並不常看到 它可能有一些全面有賣 有一些沒有 這我之前有煮過 就是它是很可愛 它是海鮮造型的 你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好難喔 這是魚嘛 它這個 什麼東西 海鮮吧 海鮮嗎 那這個呢 海豚嗎 反正這個還蠻可愛的 我推薦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 記得搶起來 它真的好可愛 煮起來 擺造型 超級合適 大家會還蠻喜歡 這種義大利麵的即時包 我們之前也有買過 就是很簡單 很方便 也很快速 就你加熱以後 然後把它倒進去 然後再可能加一些自己喜歡的料 這樣子就完成了 它有蠻多種口味 我們家是小孩最喜歡吃奶香培根 還蠻好吃的 如果以一般冷凍食品的話 它算好吃 而且它是真的有那個培根的味道 培根的香氣 你要更好吃還是自己要加料 對 對啊 你想加什麼就加食物 真的 這也很好吃 我們上次烤肉的時候有吃過 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跟那個 泡麵十三香是一樣 應該是吧 就是十三香它基本上 就是又麻又辣 又麻又香 對 又辣 然後它就是 很適合配啤酒 我覺得它很適合配 很適合當下韭菜 對 然後你晚上啊 譬如說小孩我可能不吃辣 那你可能 宵夜大人場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這個開來烤 對 非常的適合 而且它之前是雞翅 可是現在這個 我們去買的時候剩這個小孩 但這個應該 味道應該也是一樣 只是換成棒棒腿 我們要推薦的就是這個 蒜蒜雞湯 我買過好多次出現在我們的露營料理裡面 因為它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不僅你可以把它當作一道湯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一些菜啊 就變成一個火鍋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加剛剛推薦的那個 蘸西烏龍麵 所以它就 等一下就可以給小孩吃 就是非常方便 又簡單的一道露營料理 但我不是說 我喜歡的是它的湯 我覺得它的肉還蠻普通的 肉是普通啦 而且它的湯啊 是輕輕的 你也不會真的 吃到一堆蒜頭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吃起來不會很膩 我們買的都好像都沒有到很貴 都一百多塊而已吧 我們都是平價的露營料理 好不好 必買 這一定是全年必買的 真的 麻辣鴨血 真的是便宜 它好像才99塊 對 99塊 超便宜 它只有鴨血 但是它的鴨血給了很多 對 而且可以看到它的湯 其實是還蠻多的 對 如果你自己再加點水 你就變成麻辣鍋了 所以我覺得啊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買那個 麻辣鍋的那個 湯底 湯底 包 你可以直接買這個 還有鴨血 兩三個人吃就可以了 我們很常加肉片加菜 然後就變成一鍋麻辣鍋 小份量的麻辣鍋湯底 如果你想要吃麻辣鍋的話 這個一定要買 第十名 就進入到我們甜點部分啦 其實這個甜點 我之前也有推薦過 就是 這個 我很喜歡它的那個 72度的那個 巧克力蛋糕 我覺得它很好吃 它不會太甜 然後吃起來啊 它的奶油 也不會太膩 而且它是一款 很平價入手的 而且它是一款很平價入手的 這個甜點 如果 你去全能餐賣的時候 想要吃點甜點 就我可以推薦它 它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它是常設型的商品 所以它一直都有 所以它一直都有 好啦 那所以 如果 裡面最喜歡的話 你會投給 麻辣鍋 麻辣鍋 麻辣鍋也是很好吃 然後再來是 這個吧 喔 水餃 你喜歡水餃 然後咧 前三米 前三米 再來就是那個油雞吧 喔 油雞很好吃 都是直接 差不多就可以吃的 對 很方便 吃吃加熱的料理 加熱就可以吃了 還蠻方便 方便又好吃 而且又不會太貴 對 好 那我就跟它一樣 蛤 我懶得笑 你現在要付我版權費 來 付了 我乖 乖 我看來 才沒多久之前 才造成 可口可樂 股價動盪 你現在這樣子 這樣子做嗎 這麼酷 這麼巧不起我 我覺得第一名是那個肉肉 我覺得第一名是那個肉肉 你覺得第一名是什麼 分配覺得第一名是那個肉肉 他們真的超愛吃那個油雞 超愛 好啦 那就今天的評比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評比嗎 那還是你們想要看什麼其他的主題呢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這個播出我告訴你 真的不得了 好不好 趕快 趕快去搶 但是要記得 好不好 不要亂 要排隊 可以嗎 沒有了 就隔天再去買 不要這樣子急於一時 暴怒 我知道鏡頭前面的你們都很想打差 我幫你們打 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遵守遊戲規則 不能這樣子 搶不到就算了 隔天再搶 早點來 哈囉 前年大概都是幾點來 不知道 全年也沒有付我錢 我為什麼要再去讓他打個廣告 對 我們下次再錄一個Costco的 好不好 那如果你有什麼推薦的 你可以推薦給我 方便料理 下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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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股價差不多囉 哈哈 要跟上 白癡 那我去Costco買了 就覺得他們很乖 但不太適合小孩 因為他要比較大力氣 然後這樣子放出來 算是很小的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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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欸 很好吃 它夠酸 然後又不會太酸 所以它不是假檸檬 它是假檸檬 而且它外面的皮 你是真的有吃到脆的感覺 好脆耶 這一碗 你要吃嗎 它有造型 它是玫瑰花檸檬糖 你好像小孩喔 吃就一直掉 幾歲啊 今年三年 怎樣好吃嗎 好吃 是不是夠酸 我覺得還ok 但我也到烏瓦斯下去也能夠酸 而且它真的是 就吃得出來不是那種 香腥味 對 它吃得出來 有些吃起來真的很明顯 而且它這樣冰冰的真的蠻好吃 對 那幾分 滿分幾分 十分 九點八七八分 九點八七八分 好那我想問一下喔 我之前我做的檸檬塔幾分 哇塞 好幾分 剩幾分 那檸檬塔根本就比較好 對 Be careful Your words 那是不好意思在講 你直接說誰勝了好了 真的 真的 誰贏 這贏大概 滿流的 你今天晚上睡帳篷外面 誰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那為什麼可以做的那麼美味的 因為我厲害 我們為什麼都沒有幫忙做 因為我厲害 好吃嗎 好吃嗎 吐血蛋 哇塞 這個蟲 嚇死人了 好恐怖喔 會嗎 對嘛 會嗎 對嘛 會不會呢 會搭 對嘛 會不會嗎 好可怕 不要再加了 flo大的 蟲 你回家 來 非常非常的元 好難喔 幾個人 大家晚安 哇 哇 好厲害 哇 我好想自己 我好想自己 哈哈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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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要開啟小小小小的最新電動作 那就這樣這樣我們下期再見囉 再見掰掰 記得粉絲團跟IG記得按讚喔